有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觉得他最近好像很容易健忘 头脑很不好使了 明明呢 这个一拿起电话 要打电话给别人 电话响了好久 人家一接起来 他不知道他要打给谁 或者是根本忘记说 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那他觉得这种记忆力不好 很容易健忘的情况 应该要怎么样 预防以后不会全部忘光光呢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补脑的 以前古代人不是讲说 吃脑补脑吗 那请问吃猪脑 是不是可以真正的补到脑 那怎么样来利用食物补脑的方法 可以平常就来保健 因为这段时间 他觉得记忆力忘得特别快 其实我也是 我怎么觉得过了35岁以后 这个记忆力真的是忘了很多 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我们够好想天使很棒 帮大家找到这个养生专家来做解答 为大家请出来的 这是我们美国维康健康养生顾问 这是我们的Lily留 请Lily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有请Lily 嗨 主持人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健忘症 其实我们生活中是到处都在存在 不管年龄男女老少 牢牢小小都有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健忘症 那健忘症就西医来讲的话 它称之为暂时性的记忆障碍 那么简单说 它就是大佬的思考能力 暂时出现的障碍 所以很多人一般的年轻人四岁以下随着时间的发展 它会自然消失 那么说健忘就是它的记忆力忘事的程度 就是经常忘 一下就是钥匙找不到 或者是待会自己的那个什么包包找不到 中医的角度说健忘症 它是气不能均匀施放所知 就是正所谓上气不足 由于脑部的气不足 脑的血量减少导致记忆力减退 我们女性朋友很多生了孩子以后 她的记忆力就是变成越来越差 丢三纳四 这个是经常有的事情 那么我们中医还说正气亏损 很多这个老年人的大佬萎 都跟它这个肾功能减弱 一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因为它大佬的神机细胞减少 那么造成它的这个内分泌功能混乱 免疫功能下降 自身的免疫和变态反应增加 所以体内的自由基 这个容量和过氧化物 随着年龄增加 就大量的积累在身体里面 所以它就会造成很多很多 这个健忘症 健忘症它并不可怕 很多就是有于这个健忘症 像老年人造成这个痴呆症 那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了 因为老年痴呆症 这个现在的发病率非常高 所以我们大家呢 就是在这一方面特别注意一下 它发病第一个有肾虚的问题 第二个它是弹磷血 弹磷血瘀 弹堵住 血液循环不通畅 所以会造成很多发病的这个原因 那我们怎么样改善呢 因为它很多人是中西医结合来 治疗这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平常要多吃一点坚果 比如说核桃 还有像花青树之类的 还有百里露醇 这个都是抗氧化 一个非常好的营养品 那么还要勤于用老 经常用老用劲 肺退 这是一个生物界发展的 一个普通的规律 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保持 比如说老人家下棋啊 围棋啊 多看看电影 听音乐 看看报纸 还有很多老人家说打打麻将 所以这样经常动老筋 对大老一定有好处 第二个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情绪 因为科技发展呢 发现很多人 跟这个忧郁症有关系 那么还要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我们还从饮食方面 很多发现 就是说它甜食和太咸的食物 它会导致这个造成记忆力 低下是一个最重要的元凶 所以我们平常呢 要多吃一点矿物质的东西 维生素 青菜水果之类的 我们平常也可以说 从这个补肾和补老这方面着手 因为肾之本 那么大家平常呢 我们可以啊 用一点蔬菜 比如说我们用白菜干 加豆腐 加辣鸭头来煲汤 那大概白菜干75克 豆腐2块 芡食25克 一人25克 蜜枣4个 还橙皮 这样的话呢 放一点点鸭肉也可以 那么姜片3片 这样呢 它不但有补老 益气 补肾 还有这个清热 消音 去火 下气的这个作用 我们最根本的话 就算我们年轻人 自这以前的 如果您有这个 健忘症的话 没有关系 它一般随着时间 它都会慢慢慢慢消失 但是你只是不要再继续压力太大 那么年纪大的人呢 那就要通过您的家庭 还有这个饮食方面 这些方面来调理你的肝 你的肾 和这个补老方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平常呢 要多吃一点补老的东西 要保持心情舒畅 所以呢 就这个健忘症方面 都可以慢慢的改善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美国维康 健康养生顾问 这是我们Lily 哇 她的讲解都让我流口水 觉得她做的这个食材 好像都非常好吃哦 再次感谢我们的Lily 是的